大家好,我是長哥,又回到我們肝癌系列,那我們這次要從大家非常熟悉的健康檢查切入 大家去健康檢查抽血的時候,常常都會看到幾個項目,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是我的健康檢查的報告單 那通常有幾個項目,第一個叫做我們的全血球技術,這方面會跟大家講說你的血紅素夠不夠啊,你的白血球,你的血小板之類的一些指數 那再來第二大部分,大家會看到所謂的生化指標,那生化指標基本上就有你的肝功能,你的腎功能,然後還有你一些代謝的指數 例如說你的這個糖化血色素啊,你的膽固醇啊,你的三雙甘油脂之類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這一集,我們會focus在健康檢查裡面的肝功能這一塊的項目,包括一些肝指數啊,白蛋白等等 那麼今天隆重邀請到台北榮總陳三級,他是腫瘤一絕部的主治醫師,那我們來歡迎陳醫師 好的,那麼上一集呢,我們提到肝臟是沉默的器官,那面對如此傲嬌又難搞的肝臟 今天特別要請教一下陳醫師,我們健康檢查裡面有哪些項目是跟所謂的肝功能肝指數有關係的 那健康檢查裡面呢,一般比較常做就是剛才提到的生化指標 生化指標包括白蛋白,那所謂的以前講GOTGPT,這肝白眼的指數 然後一些膽道的指數,阿堪P,幹嘛GT這樣,黃膽指數 那以及凝血功能的PTFTT 那基本上民眾都會有個疑問,常常去抽血啊,會看到這些指標白蛋白,那像我 白蛋白啊,那剛剛講到ASDLD,這些指標如果都不是紅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百分之百確定說我的肝臟一定沒有問題 其實不行,每一項檢查,健康檢查都有他的 他的強項跟他可能不足的地方 所以這些抽血如果說都是正常的 還是要包括像病毒性的肝炎有沒有就是要去做檢驗 那或者是說要做影像,像超音波掃描,可能百分之百確定說你的肝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OK,所以我想應該就是給民眾一個非常重要的指示,就是健康檢查的指標他是一個參考 就是你不能說你的一些相關的肝指數完全沒有問題 你就百分之百確定說我的肝功能或是我的一些肝臟裡面的一個狀態一定是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就請要請教陳醫師說,那如果我們要比較透徹的知道我們的肝臟 例如說我們的構造或者是一些功能有沒有問題的話,我們要進一步接受什麼樣的檢查這樣子 對,進一步就是用超音波比較常見的方式 那超音波就可以看看膽囊有沒有發炎有沒有結石 那肝臟有沒有什麼脂肪肝,纖維化,肝硬化 甚至有沒有腫瘤,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依據 OK,那因為我們重點要放在這個肝癌上面 那肝癌民眾就會有聽說我們要抽血驗什麼肝癌的一些指數啊 那超音波看到有沒有類似肝癌的表徵啊 那這方面的一些指數跟檢查,再請陳醫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是高危險群,像有B肝、C肝已經知道的 或者說有喝酒習慣的 那這樣的高危險群呢 它其實建議每半年做一次超音波跟胎兒蛋白 胎兒蛋白就是所謂的肝癌的指數 腫瘤指數 那這個是健保給付的 那如果說我們尋常沒有這些危險因子 就是害怕自己得到肝癌 想要針對這個去做健康檢查,那胎兒蛋白 那以及超音波大概就足夠了 OK,那又有一些比較進階的檢查 例如說電腦斷層 甚至是核磁共振 那這樣子的檢查是什麼時候 醫生才會幫忙安排 或是什麼時候我們才要做這樣的檢查 好,所以通常呢 如果說胎兒蛋白指數有升高 可是超音波看起來又正常 那大家要怕怕說會不會裡面還有常有看不到的腫瘤 這時候會考慮進一步做CT scan 斷層掃描或核磁共振 我自己有遇過一兩個這樣的案例 我後來發現 他們的肝癌啊 是比較不是那種典型的 一顆很大的 它比較傾向於是那種 靜韌型的 然後我發現說靜韌型的 它好像在超音波 有些情況會看得不清楚 所以他會發現說 奇怪,本來好像沒有腫瘤 怎麼後來一掃描 卻說跟他說十幾公分 對,我後來發現 我們有病人這樣的狀況 病人就會很難接受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說 抽血 超音波 掃描 每個東西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不足的地方 有時候要互相補足 才能做完整的診斷 然後如果有疑慮的話 就會再安排進一步的 可能電腦斷診 甚至核磁共振的檢查 對,沒錯 了解 其實網路上有很多的文章都說 如果每個人感到自己容易累啊 食慾不振啊 皮膚好像有點黃黃的 然後眼白好像有病狂 是不是這個人就是一定是肝病 很嚴重的肝癌 那這個是有可能吧 就意思有沒有說 看到一眼病人 就 你這個肝臟有問題 有沒有那麼深這樣子 其實這樣蠻難的 這樣蠻難的 對,很累 其實原因很多嘛 甚至你說血糖啊 或是其他狀況 都有可能會很累 腎功能不好的人也會累 心衰竭的人也會很累 但是如果出現黃膽 皮膚黃 那皮膚黃 有的人皮膚黃是天生的膚色 有的人吃太多蘿蔔素 也會黃 但是如果眼白也看著黃 小便也顏色深 那的確怕它有黃膽的狀況 這時候肝可能就真的有出現一些問題 那有黃膽狀況又分 他有可能說是腫瘤 或不是腫瘤 有的人是肝硬化一直拖到很嚴重 有黃膽了 他才發現 那他可能沒有腫瘤 好的,神醫師 所以聽起來好像大家 也不用太傭人自擾或太焦慮 應該是說如果你有些疲倦 或是皮膚有點黃 其實原因很多 一定不是說 這個就一定是肝臟有問題啊 我一定是爆肝還怎麼樣 那如果真的有對什麼身體有餘慮 還是去接受醫師的檢查 會比較好這樣 那以陳醫師的經驗 因為你應該也看過蠻多 可能肝病晚期的一些患者 那這些患者有沒有一些 可能共同的特質 讓大家警惕一下這樣 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有危險因子 所以這個比較不是 他的症狀或表現 比較是說 他知不知道自己有B肝 有吸肝 這個人是不是 每天都愛喝酒 我們每天都愛喝高粱酒 每天都愛喝威士忌 這個就占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病人了 所以有這些病史的人呢 其實他自己就一定要特別注意 然後要定期檢查 有時候會發生一些故事啦 就病人乖乖的 每半年做一次 半年做一次 然後 那其實很快 所以過了三年五年 他覺得說 每次去做都沒事啊 很無聊 他就不想再去追蹤了 可是呢 他一旦沒有追蹤 結果過了三五年 忽然肚子不舒服 一來醫院檢查 竟然已經跑到甘癌末期了 對 那所以就會呼籲所有的民眾 雖然說好像每半年一次很無聊 可是呢 就是不要鬆懈 早期發現 就為了可以早期診斷跟治療 那如果說 欸 失去追蹤 有時候腫瘤長很快 幾個月的時間 可能就長到很嚴重 那就有點可惜 錯過治療的黃金時間 總之呢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前一部影片 我們有列了一個 九宮格的 肝癌的風險的一個卡片 那這肝癌風險卡片 因為如果你有符合其中任何一項 你可能就有這個肝癌的風險因子 包括剛才陳醫師講到的 可能米錫肝啊 或是本身就有一些肝硬化 或是自體免疫肝炎 家族有些病史等等 如果你有符合這些 記得 就是一定要規律的去做檢查 也不要說檢查幾次正常的 啊 我就不檢查 其實有時候反而是不檢查的時候 開始有些問題出現 然後民眾就不知道 現在呢 國家有那個 悉形肝炎根治計畫 所以呢 如果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些 病毒肝炎的人 可以去到醫院找醫生做肝炎檢測 那是健保有幾副的 那如果確定有政府已經有那個補助方案 然後來做這個西型肝炎的治療 這是可以讓西型肝炎病毒根除 那這樣的病人呢 他以後得到肝癌機會就大大下降 那今天非常謝謝陳醫師跟我們分享 就是肝癌或是肝功能相關的一些 健康檢查的指標 以及陳醫師的一些個人經驗 那歡迎大家掃一下我們目前螢幕上的 QR Code加入這個 肝癌衛教網LINEX的生活圈 那我們今天會在裡面出一個有趣的題目 考考大家有沒有吸收到今天這一集的重點 那今天非常謝謝陳醫師 那我們就是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